阿囉哈 大家好 這是喵咪大戰爭時間囉 那今天晚上9點一樣有我們的 欸 哥吉拉之旅啦 因為最近哥吉拉之旅在跟公主T騎士合作 所以我們就來去看一下 哥吉拉能不能順利的好不好 去挑戰我們的公主啦 那我們本帳這邊的話呢 基本上上一次就是讓我們那個 XP全速快要歸零了嘛對不對 然後我們又取得了我們那次的全新角色 所以今天我們就來看一下那隻全新的角色 這個究竟好不好用 然後我們來讓他打一下我們這個 真傳奇的二星關卡 又開始要再挑戰我們二星關卡的那個 日子了喔 好 那下一關是這個 海滴火扇裡面是我們這個 紅色的這個 欸 波動敵人吧 然後再加上我們一些東西 那我們那隻全新的角色的話 他有一個好處就是他可以 百分之百吧 暫停我們的那個 那個誰啊 暫停我們的古代種的喔 所以我覺得他在跟我們就是那個 跟我們就是那個翻掌貓做一波搭配的話 應該是頂不錯的 欸 所以我們就來看一下哈 就是這個貓神 欸 多 呃 那貓神面多龍喔 我們來看一下他的威力到底是如何 那這關因為還有古代犀牛啦 所以我們必須要帶上就是我們那個 未來貓 欸 未來貓也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喔 帶上來的話基本上就不怕犀牛在那邊 搞啊搞搞啊搞了好不好 我們就可以安心的 做點事情哈 先把那個未來貓給他放上來 放上來之後的話 待會我們再放個翻掌貓 然後再配上我們的喵力多龍 欸 應該就可以直接 弄他龍已經懂了好不好 然後把這個 小三亞換下來然後直接換那個 那個誰啊 我剛說要放誰 完蛋了 我剛說要放誰 剛說要放誰 完了完了完了 啊 想起來了啦 班長貓貓啦好不好 ok 那這樣的話應該 就差不多好那麼一點點了哦 好 海底火戰 順便來看一下我們的喵力多龍 能夠打出什麼好成績來 應該是ok的哦 來打起來打起來不是打起來 存起來存起來先存一筆錢 然後很快就來了 但沒有關係 因為我們這邊有我們的那個 很多 抗波動的哦 抗波動角色一出啊變之有沒有了 那比較麻煩之前就是因為 有再加一隻那個古代犀牛嘛 那古代犀牛那邊可能就 比較尷尬一點點 所以我們就 就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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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這麼一回事 好那這邊 我們就先來 然後我們可以放個貓咪多龍 哦這好帥啊 我不知道他會不會也是那個 直接爆炸然後就消失 應該不會吧 哎會耶 他也會走 完蛋 完蛋他會走啊 那個 他回他走了耶 那這妖獸囉 這有點麻煩囉 他居然走了 他回不來了 我原本以為 原本以為他可以 安安穩穩的跟我們一起度過 快樂的餘生 結果他居然也會消失 好吧那就要看一下了 他居然也會消失的話 那那沒轍 沒事沒事 目前來說我們 機械貓這邊輸出來之後的話應該 還算是挺ok的吧 完了完了我們先把這個 章魚貓先弄起來 哇 有點尷尬了 這邊好險翻掌貓有算疊起來 但是我們還需要更多的那個 抗獵坡的角色 不然我們到時候被打爛我們就慘了 加油加油 別放棄 目前弄瑪妮瑪妮 啊不就麻煩一點點 哎可以可以可以 把犀牛打死 哦就一切好說了 犀牛解決一切好說 一切安好沒問題了好不好 那後面的話有那個什麼 紅色的那個應該就還好 那看來這隻角色的話他是打一個那個 打一個獨行的那種感覺 你知道嗎 他就是出來弄一下然後擺 難怪百分之百暫停啦 但是這個暫停也不知道能夠 站多久你知道嗎 先來用一下看一下 能讓那個 股帶犀牛乖一點 他是一個爆破獵撲然後 但他獵撲也是 也沒有 也沒有比我們就是 打關卡的時候還要長 可惜耶 真的是可惜 他如果能夠把比那個打關卡的時候還要長的話 那應該 應該會蠻蠻屌的 但是沒有 沒事沒事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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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事沒事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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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來來 可以可以 五尾熊是吧 看基本上打完那隻那個犀牛啊 他就沒辦法對我們做出什麼其他的事情了 然後直接被我們轟爆 但這隻 感覺這樣起來的話不會說很好用耶 因為你就是必須要那個啊 你要必須就是抓準胎米然後放下去打 你知道嗎會比較尷尬一點點 不過沒事好不好 我們這邊 海底火山 順利成功解決 再來是我們的這個破曉前鋒喔 這裡面的話有我們 欸 樹懶大軍的話呢 那當然就是要拍出我們的 咒絲了好不好 今天多龍就讓他 上場一些啊 就讓他下來了好不好 那大家如果你對多龍有哪一些的使用方法 或是哪一些推薦的一些講法的話呢 都歡迎在下面留言跟你們分享一下好不好 我覺得其實 我覺得應該 也還是有他的一片天吧 好不好還是有他一片天的感覺喔 這個 我們不要 不要那麽快就給人家蓋棺論定是不是 你才沒有用多久啊對不對 就直接蓋棺論定這樣對人家 很不禮貌呢對不對 人家多龍搞不好 很努力很努力想要 呈現自己的美好之處 但是看到人家出來之後然後自爆就 就不理他 欸這不是好消息 而且其實他 這滿成本很低啊 雖然 算在我們那個 同一個level等級的話算是比較低的 但是 就是因為 他其實CD時間還是滿長的啦 這點就是比較一個硬傷的地方喔 這是我對多龍的看法 他如果CD時間可以快一點 然後一直出來狂炸的話 那其實還算是可以救 還算是可以救 沒事反正 也是一個很可愛的角色啦好不好 拿來多長的話 還算是行 而且我覺得以後一定有一些就是 特殊的關卡的話一定會需要他 而且他的裂坡啊是 持續一段時間的 而且那個裂坡應該就是暫停裂坡啦 所以應該是 應該是沒問題的那種感覺好不好 應該是可以的 來來來 來來來來來來 然後 待會樹懶出來之後呢 哎直接上我們的宙斯就可以了 那前面的話 我們就是先疊更多的這種東西 好不好 抗裂坡 組織全部登場 嘿 不知道抗裂坡要幹嘛 來來來 好運跟著一起來喔 是是是是 是是是是 好 樹懶來了 然後巡弩也來了 那沒關係 因為我們宙斯也登場啦 我跟你講 我最喜歡的那個 打一般性的那個 敵人大傷害角色 就是我們的宙斯 那至於為什麼呢 因為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他是傳說稀有吧 聽了就覺得名字很帥氣 然後 很帥氣之外呢就是 他又表現很不錯 而且他是完全不會 哇 這巡弩群有點太多 他是完全不會被蘇蘭給打到的 沒事沒事 加油加油 哇哇哇哇 宙斯你絕對不要出事情哎 不准你出事情哎 先把巡弩他們給解決 還有蘇蘭 哇這噴不死哎 哇 真的假的啊 噴不死哎 哇你 開玩笑了吧 哎呦死個幾隻了 但是 哇 欸完了 死定死定完了GG GG了 GG了各位 這隻沒了 應該要 再派個那個惡人組吧 用個惡人組應該會 比較好一點點 不然這個真的是 這個應該是居殘 好不好 我覺得這個應該是居殘 惡人組來親一下小松鼠吧 不然我們這邊真的 有點有點有點麻煩 好 沒事好不好 我們應該要換更多打一般性敵人的角色出來 應該會更好 把 燙坡洞部隊給他換下去啦 再見啦 再見 謝謝 國家會感謝你們 國家會感謝你們 然後我們再把那個 打一般性敵人跟惡人組傷害 好不好 全部拿出來 因為能夠打那個古代種的都給他通通拿出來 好不好 古代種 來來來 古代種 古代種 然後 還有誰 這個 爆破天才殺技哈 古代種 專打古 欸不是古代種啦 裡面又沒有古代種 是打一般性敵人的啦 我在巴西什麼 欸有啦有古代種啦 要打那個松鼠啦 我到底在幹嘛啊 哈哈哈哈 好啊 帶貓俠好了啦 然後一般性敵人 再派個那個 派個好鬼給你 好不好 好鬼 然後很久沒出場的那個 蓋亞也是可以 好不好 那到最後感覺就是 錢錢也是很不夠啊 好不好 錢錢也是很不夠啊 只能繼續努力撐了各位 好不好 只能繼續努力撐啦 這個是蠻麻煩的 來來來來 然後 這邊 有人組疊起來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的 我們的這個看看五貓 你只能繼續先疊班長貓了我覺得 然後錢包要先升級起來 我們剛剛是不是都沒什麼在升錢包 所以還會直接爛掉 好像也是可能太快過去了哦 太快過去可能是一個關鍵點哦 然後再來就是 我們要努力的先把一些東西給他疊起來哦 因為待會就是很多松鼠啦還有巡鹿 那些什麼東西給我 你這樣是不是有點推太快啊 希望他們 希望他們可以把我們給解決呢 不要推這麼快呢 你們加油一點好不好 你們加油一點好不好啦 哎敵人 完蛋 完蛋 死定了 各位 拜拜 不是啊敵人加油敵人 你不能這麼爛哎 完了 完了 我覺得完了 完蛋了 完蛋了 啊沒關係這邊看起來好像 還可以再拉回來一點點 而且樹懶還沒過來哦 你看一下能不能把先把這群巡鹿 先妖獸的給他解決一下 兩隻 打大傷害的 應該是沒問題吧 好鬼跟宙斯 再來個蓋亞 蓋亞女神 很久沒登場了 哎不是啊蓋亞是打有屬性對不對 尷尬完了我又帶錯了 沒事沒事靠給宙斯了 宙斯 歐尼蓋亞是媽斯 歐尼蓋亞是媽 水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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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再過來啦 喔唷唷那個巡鹿 坐山車哦 完蛋了 宙斯絕對不能再死 宙斯一定要把他們轟爆啊 轟了幾次死 水 nice 贏了 無話可 沒有什麽好說的贏了 好不好贏了 這就是我為何 那麼痴迷於宙斯的原因啊 因為 就是狂啊好不好 宙斯就是那麽的厲害啊 完全沒有問題啊 我就是喜歡 宙斯這樣的表現 好不好 n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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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這邊的話 宙斯打不到 那個 宙蘭打不到宙斯 好不好 超ok 超舒服 然後直接給他大傷害 有沒有看到 宙斯完全無動於衷 殺宙蘭的好幫手 九四宙斯 沒有什麽好講的 太神啦 太神啦 好不好 太神了 然後 欸可 欸欸欸欸欸 阿宙斯怎麽死了 應該是被松鼠 或是小人給打死了吧 哇我的天啊 怎麽 怎麽會這樣 那會那會那咧 好 沒關係我們這邊 好鬼又出來了 好不好 也是打我們一般性別大傷害的 其實最好的就是還有那個啦 黑傑跟那個 黑獸啦 那兩隻也是很厲害的 只是 我自己比較喜歡 傳說稀有的這個名稱 跟名號喔 他們感覺就是 比較耀眼 好不好 一點點 耀眼奪目那種感覺 好不好 我自己個人是這樣想的 哈哈 實際上是怎樣 不知道 好不好 實際上怎樣不知道 這邊應該宙斯再炸個一下 那個樹蘭應該就掰了 好不好 應該是沒什麽問題 再炸一下 再炸一下 再炸 欸沒有欸 居然 那這次的話也是強化很多的樹蘭喔 哇 那有點麻煩 但沒事 應該 再炸個一兩下就可以了 喔 10 沒問題 被我們的 蓋亞妹妹收割 好事好事 好事 可以可以 好 那我們基本上讓大家看一下 我們那個貓面多龍的威力了 我是覺得 不知道好不好用啦 但是我是覺得就是一定有他的用處所在喔 所以大家也可以分享一下 你們會如何使用我們的貓神面具多龍喔 沒有問題 那我們今晚就先玩到這邊 老子影片再見囉 大家掰掰啦